歡迎來到多倫多藍鳥隊的主場 羅傑斯中心 我想從今天開始 我們都必須要好好的 開始來認識一下 藍鳥隊這支球隊 因為連多倫多的媒體 都忍不住說了 王建民儼然 究竟是這支球隊的新王牌了 來看看他最近的表現 根本已經把其他投手都壓下去了 比方看看昨天 藍鳥的蝴蝶王子 Dicky他慘遭金英炮轟 六局丟掉六分 而今天王建民表現怎麼樣呢 他完完全全壓制了 金英隊的打線 我們來看看 他的最壞球數吹到了一百四十九公里 他只投了八十三球 被敲出了四支安打 送出了兩次的三陣 沒有四塊保送 丟掉了一分 但不是九十分 他的防禦率 浮降到了只剩下二點一八 如果不是牛棚放火 王建民他的第二勝已經入袋了 這樣一個本來只是被當作是 臨時救火隊的打工仔 當所有人都抱著疑問 在看他投球 能撐一場是一場的時候 我們不會忘記 在十一天前 王建民還只是一個 沒有明天的台灣投手 我們關心 萬一對白襪隊 他被打爆了 他就不會有下一場的機會了 沒想到短短的十一天過後 王建民他的表現 已經是一個球隊的王牌投手 你不得不佩服這個人 他的心理素質有多可怕 從今年三月份開始 我們關注他加入中華隊 在經典賽對澳洲 對日本 連續繳出了十二局 沒有十分的成績單 王建民他的目標一直非常清楚 就是要回大聯盟 為了讓自己被看見 他可以牽身在陽機的3A 他一場一場慢慢地投下去 他可以放棄掉第一次的脫逃 第二次的脫逃 只為掌握一個最佳的機會 當王建民覺得他準備好了 他就會做一個勇敢的決定 大膽地從陽機脫逃 只許成功 不准失敗 王建民加入藍鳥之後 首次地回到主場先發 這是全世界第一個屋頂 可以打開的巨蛋 羅傑茨中心 滿場可以容納5萬4千元 今天幾乎是座無虛席 因為藍鳥最近表現太恐怖了 今天要挑戰十連勝 通過臉書號召 200多位來自四面八方的台灣球員 要替王建民加油 連加拿大都還買不到67號球衣 都特地地從台灣空運過來 看看藍鳥隊這個衝進場的氣勢 銳不可打 不過今天的對手絕對不好忍 王建民除了要提防群內盟 最會敲群內打的恐怖打線之外 內野防守 只要多幫忙 今天王建民在這場比賽當中的第一個球 就被擊成了一個滾地球 但是呢 強勁的滾地球穿越了伊磊的防線 麥康夫一開始就連續六場比賽來安打 是 一開始就給王建民壓力 人工草皮是深卡球投手的天敵 但如果內野手備夠堅強了 那就不是一個問題 這個球又接到 跪在地上傳球 然後再轉傳伊磊 爭不破 對 伊磊是穿極中澤 這三遊真的是幫了王建民大忙 在人工草皮這樣的情況下 鋪的球很不容易 王建民三上三下結束了第一局 一局下半 境況相當穩定的精英王牌 Gonzalez 因為一個暴頭 免費奉送給藍鳥一分 這地方 對 一分 今天王建民的深卡球感覺很不錯 會往下沉 球速又可以飆到九十三麥 雖然王建民很敢投 那野手備可要繃緊神經了 哇 今天呢 你看他順手一壘 好像沒有他手三人手得好 這個手備沒有影響到王建民的心情 你看看他對自己的深卡 多有信心啊 拍一下內野 這個的確就是 有點在意告 看有沒有打過國內的機會 對球直接打到王建民手套裡面 王建民自己傳一壘完整的雙殺手備 熟悉的王建民真的回來了 這不是曇花一現 下個半局再來一次 RKX直接打回到王建民手套裡面 王建民過去可怕的地方 就在於擺明了就是 投身卡球給你打 你也打不好 現在更恐怖的是 他偶爾還會來一顆變化球 欺騙一下打者的感情 兩二兩壤壤出局 Adam Jones在這個球揮棒 多謝你非常感謝 說好的深卡球呢 現在的王建民 忽而深卡 忽而止塌 不變的 還是那一張笑都不笑一下的撲克臉 這次終於有機會解決掉 Chris Davis了 但是結果 Vanafacio 球沒有能夠掌握好 不過這支紀錄上的安打 塞後被沒收了 改氣二壘手的失誤 所以儘管王建民在這一局 丟掉了一分 不過不算折失 雖然比數被追平了 不過萊尼爾打者 很快就在5局下半 把領先給要回來 現在又輪到港上 上來 結果這球在右外方向 Ostalla Vista Baby Massar Suarez 在今天又開封 王建民帶著一分的領先 投到了起局上半 解決掉第一名打者 Jones 下一棒是左打Davis 王建民才投83顆球 應該可以繼續投下去 不過因為只有1分的領先 總教練Gibbons 還是走向了投手球 他拍拍王建民的肩膀 剩下的交給牛紅板 王建民慢慢地走回了休息區 面對滿場的觀眾起立無掌 王建民 他脫下的帽子 點頭致意 11天前 他還是一個沒有明天的投手 短短的11天 歷經了三場的比賽 他也然已經成為了 籃鈕正式高飛的救世主 美中不足的是 後援投手Oliver 他被轟出了追平拳雷打 轟掉了王建民的第二勝 不過這完全不會折損 王建民今天的完美表現 因為有他的優質先發 藍鳥才能夠光榮地挺進十連勝 中場 藍鳥隊就以4比2擊敗了難纏的精英 在主場風光笑納十連勝 這十連勝 王建民他個人就貢獻了三場 記得上一場對游擊兵 王建民說 我不只有升卡球 而今天 他說我丟了很多的升卡球 王建民在人工草皮球場 擦亮了滾地球大師的招牌 這別具異議 連續兩場超過13局 沒有擇失的精彩表現 藍鳥總教練Gibbons 他已經不能再要求什麼了 他只能要求台灣的記者 能不能別再問他這個問題呢 好 今天賽奧競選會Gibbons 沒有再說坦白說王建民表現得比我預期還要好 他如果再這麼說去強調 他沒有預期王建民 會有多好 這不過是凸顯出 他看人的眼光恐怕不夠精準 不過坦白說 王建民他也的的確確是超乎了所有人對他的預期 他的表現不是那種 只是接近及格邊緣 一個堪用的普通投手 不是一個已經走下波 卻還不肯放棄的過氣球星了 我覺得過去這十一天的三場比賽 王建民最令人敬佩的 不是後面這兩場沒有擇失的表現 而是第一場追上白襪 王建民被轟了兩支拳壘打 他丟掉了五分 有好幾個關鍵的時刻 他幾乎都快要被打爆 都要被擊倒 但是王建民他硬是撐下去 他撐到第八局 如果他撐不下去 他也許早就不在南鳥隊了 我們繼續這個報導就來回顧 王建民他重返大聯盟 這關鍵的命運交叉局 早上八點鐘 熟悉的直播派對 在端午節登場 不需要翹班翹課 也不需要爆肝熬夜 我想說今天來幫他加油 可以穿上他的戰袍 就是感覺很有信心 會啊他在哪一隊都會幫他加油 這天上午 全台灣超過416萬元 都在期待都在關注 王建民身穿藍鳥67倍號 在白襪的主場 重返久違的大聯盟投手球 八九月以來第一回重返大聯盟 今天上場會不會有一點緊張 不會啊 因為就是跟平常比賽是一樣的 這是賽後的訪問 面對可能是沒有明天的最後一場比賽 王建民他還是平常心 他在小聯盟當中投得非常出色 沒有話講 在3A他也不需要證明什麼 但現在上了大聯盟 你不需要平常心來看 你如果能夠把小聯盟 那個好的投球的感覺 戴上大聯盟的話 應該不會差太遠 王建民投出的第一個球是好球 90麥的升卡球 第二球還是90麥的升卡球 迫使白襪第一棒Diazza 擊出了游擊方向的滾地球 穿襲棕則輕鬆地傳向一壘 四差出局 一局下半 王建民他只花了8個球 解決第三名打者 三上三下是個好的開始 而籃鳥打者也立刻在二局上 就端出了見面 要送給這位曾經在陽姬兩季 拿下19勝的大投手 王建民收下了兩分的領先 卻在三局下半 遭到了Edden Down的套洪 王建民球都壓得很低 這一球被他撈起來 在右外野方向的高尾球 這個球 Go Go 出去了 水Edden Down這兩季的狀況實在太好了 還好只是一支陽春炮 不過一顆偏高91麥的升卡球 已經對王建民提出了警告 果然 四局上半 亂流來了